你可以用纸板做什么? 一所房子,例如 我们的频道拉利路甚至会照顾好你的猫 马上观看我们的新视频吧 这次我们想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丽莎和杰克没时间开玩笑了 选择新房子的项目并不容易 尤其是当每个人对设计有不同的想法时 杰克想要在楼梯下做一个舒适的储藏室 丽莎无法想象没有巨大的浴室的房子 你可以在里面花很多个小时 没有人关心储藏室 哦,看来朋友们被难住了 如果我们自己制作房屋模型怎么样呢? 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这是很完美的 我们现在就尝试做吧 他们打包后剩下很多纸箱 看来他们可以用它们建造一座摩天大楼 或两个,给他们两个都做生 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堆东西中找到杰克 施工非常困难 我们应该从什么开始? 我们开始工作吧 首先,我们建造一个框架 为了使它更稳定 我们把后纸半条扎成架子 用胶带把它们彼此固定 牢牢地固定好角落是很重要的 这样在我们搬入之前 房子不会倒塌 在架子上多缠几次胶带 这样纸板不会裂开 丽莎计划了所有的东西 并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这些数字使她的哥哥感到困惑 谁说在建筑工地上没有实验的地方 好吧,谢天谢地 他们戴上头盔了 杰克决定把它做得简单点 哎呀,它不小心弄掉了 这发生了 这些框架使你如此的困 杰克,你可以帮忙做另一半 我宁愿做地板 太糟的是,我们这里不需要它 但是我还是小睡一会儿吧 我们继续做屋顶 用马克笔标记上屋顶侧面的尺寸 用美工刀切下它们 小心地把切口弄平整 没有这些草口会更好 然后从纸板上剪下屋顶的瓦片 描下一个 然后用它当其余的模板 把瓦片粘到屋顶上有卡纸条的框架上 在顶上放上瓦片让它更完整 把纸板墙粘到架子上 并用建筑定书机固定上剩下的侧面 房屋的框架快完成了 在阁楼上切一个圆窗 你可以从这里监视路过的人 丽莎对赵明感到困惑 我们应该做个窗户 还是让一侧闯开着 哦 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宝贝露露 这个盒子非常适合做迷你的猫屋 用碗画出一个入口 看起来像是有耳朵的猫的口鼻 切下来 切下来 嗨 我很乐意住在这里 一个可爱的猫房子会放在旁边 杰克回来了 谁想要一个舒适的储藏室 姐姐显然失去了耐心 啊 我会帮你的 我保证 我们为阁楼的窗户制作了一个纸板框架 我们照顾好前面 切下其余的窗户 在侧面墙上的框架上进行切割 从里面粘上前面的窗户 并在上面加上框架 制作硬直板砖 我们的房子越来越真实 我们只需要用漂亮的颜色 涂上颜色即可 拿出浅黄色的颜料和宽的颜料刷子 它们一比比地给外墙上色 我们也会涂上这个好奇的鼻子 嘿 把屋顶的瓦片涂成口香糖一样的粉红色 嗯 你迫不及待地想要咬它 我们的房屋建造已接近尾声 入口的门会是浅蓝色的 这种颜色在猫屋上看起来也不错 我们希望露露喜欢淡蓝色 猫房子的屋顶会是青绿色的 不 粉红色 这是不可能的 好了 没有什么比打斗更令人享受的了 你猜谁赢得了这场调色师之战 但是杰克用不高兴的表情抗议 我的确让他选择了猫屋的颜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丽莎做了一个深蓝色的色调 非常适合在青形门上描出单独的木板 用细刷子画出看起来像木头的纹理 在门上贴上3D的亮粉字母 上面写着欢迎 我们还给猫屋剪下了字母 它是定制的 画一条鱼形的风向标 我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你不同意吗 啊 一条鲨鱼在攻击我 好吧 这是一条小鲨鱼 该把鱼涂成黑色 并把它安装在猫屋的屋顶上了 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 鱼从它的创造者那里逃跑了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 我们开始了海洋风暴行动 然后迅速结束了 至少鱼在应该在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非常漂亮 我们甚至无法相信 它们全都是用纸板做成的 朋友们做得很好 我们的猫露露很快就会检查 它的新地方的 特别是鱼风向标 它一直指向厨房吗 我们还在砖块上加上了一些阴影 现在它们有了维度 我们把框架涂成了粉红色 使窗户很突出 好吧 我们的小伙伴已经准备好搬进去了 丽莎用一个花盆装饰了窗台 使它更舒适 房子里面的串灯使它看起来非常神奇 看 这是一个梦想中的房子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猎莎和捷克在哪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旦进入屋里面 它们便回到了小时候 在迷你的房子里玩耍的时代 一直以来 它们想象着一个梦想中的房子 感到幸福和舒适 就像小时候一样 但是它们很害羞 不愿承认 小猫咪 小猫咪 过来 露露 当你可以和心爱的猫咪一起玩耍时 浴室的大小并不重要 或者你可以在膝盖上举行玩具车比赛 用相机拍摄出你想象中的照片 玩得开心 像孩子一样 丽莎和捷克回到了纸板屋 从外面看起来像是一整座城堡 永远不要放弃梦想 拉里路会继续为你想出最精彩的DIY 请订阅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视频 如果你想有像这样的房子 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 别忘了点赞 在我们的新视频中间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